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控两行身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案件今天在高院排期,曾荫权并没有到庭应讯 案件将于明年1月3日在高等法院开审 今年9月9日才进行预审,恐慌将会传召26名证日 曾荫权被控在2010年11月2日至2012年1月20日 担任行政长官期间,事业未向文会申报 向数码电台股东黄楚彪租用深圳豪宅 而曾荫权妻子向黄楚彪的公司支付了80万 另外,曾荫权宪员提名建筑师何周礼受奔时 保申报何周礼受聘为他向深圳物业负责室内设计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